對 欸 我問個問題 你們覺得這樣的頭髮比較好看 還是 我把他全部 放平 弄下來 這樣比較好還是剛剛那樣 我就覺得 硬放下來 頭髮就感覺有點小稀疏 如果把他直接往旁邊撥看起來會比較密一點 放平的話可以少載具耶 真的耶 喜歡的地圖前三名 如果是比賽的話 礦商我會第一張選 然後工廠未完成第五金取回第二張選 然後剩下一張我就 可能選個巴西之類的吧 喜歡的女生前三名 還有誰啊 安宇貞 IU 還有誰啊 因為有一陣子蠻喜歡十元梨美的 我有一陣子2016還是2015的時候 我不是Twitch直播我還會掛那個 十元梨美的照片嗎 我那個時候看那個 朝五晚九的時候蠻喜歡十元梨美的 幹啥 白骨髮啊 蠻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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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在家講海語 我根本會覺得在家不是講英文就講海文 那就好玩啦 我們有時候想講那種加密語言 不想讓我爸媽聽懂 通常就是他開頭他講什麼語 我就跟著講什麼語 然後我開頭我講什麼語 他就會講什麼語 然後我姐因為他以前追星嘛 所以他韓文本來就很好 他現在的韓文程度 他沒有學過 他是完全就是因為以前 他可能十幾年前追星吧 練起來的 他現在韓文程度已經 就跟我差不多 應該說他語言能力本來就很好 他英文也 也是很屌的 他追Super Junior 他追Super Junior 我不能說Super Junior吧 他好像是 沒記錯的話是追龜險 現在還有追哪頭嗎 沒有他已經 他追星應該已經是七六七年前的事情了 他已經 過了那個年齡了 他好像在 比較喜歡許光漢吧 其他都還好吧 他等一下講什麼 光漢寶貝 什麼的 嘿嘿 很好 好 坦白 知道他 一定是 有 i just show people NuGinz的歌還不錯聽啊 我也蠻喜歡NuGinz的 但是韓國女團 我比較喜歡的應該還是GIDOL吧 你是不是喜歡田小娟對 我覺得田小娟強到有魅力 GIDOL應該算是比較偏喜歡 哈哈 哈哈 Pin Attack 男團 男團我沒有 沒有特別喜歡的 應該說 Big Bang之後我就 都沒有特別特別喜歡的 我覺得Big Bang太強 他們的歌太好聽 然後單猜出來 太陽跟GD 他們的歌也都超好聽的 沒什麼在追韓星的現在 但是我前陣子很喜歡聽那個 有一個韓國的Youtuber 他翻唱 他專門做Cover 他叫 他叫什麼 羅伊嗎 還叫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他是做一個古風Cover 他就唱古風歌的 就是古風的韓文歌 然後他翻唱很多 我之前直播蠻常聽的 他有一個歌單 還蠻好聽 其他韓文歌我真的聽很少 我就是到韓國的時候 我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學一兩首韓文歌 要融入一下他們當地的環境 我就選了那種 比較簡單的歌 學 Loyer 然後你 點他影片 然後找熱門 這個 這個是他最有名的 這個還不錯 聽 我有一陣子要聽這個 阿 Makpa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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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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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場一定會上精華 Try Teamwork Try Teamwork